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不是应该先到驿馆的吗 来这儿看什么 在鄂珠王房间里看见的东西 可能和我身边的人有关 你进过鄂珠王的房间了 是啊 还找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凌儿呢 凌儿也在镇上找夏大侠的 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 你找她也急事 王子殿下 找到夏大侠了吗 正好 跟我去一趟姓林医馆 有东西要给你看 难道说鄂珠王根本就不住在这个宅子里 还是说他一直都在这儿 只是换了别人的身份 他到底藏在哪儿呢 怎么才能知道呢 你们真的进了鄂珠王的房间了 是 发现了什么 找到一个带锁的墓盒 里面有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跟我有关系吗 应该没错 我把他拿出来了 这是大唐内卫的腰牌 人永孝为观灵儿 以腰牌为证 见过王子殿下 我特地把他拿出来 是让你看一看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难道说 鄂珠王是大唐内卫的人 不可能啊 内卫的人不允许次次行伤 为令者是要杀头的 怎么办 怎么了 这腰牌是那位右司发出来的 你是左司 是 那位三大统领 分左右二司 左领那位的是羽灵狼将月双形 两个副统领中 其家父官长领 统领的是左司 而同为其都尉的海东来 统领的是右司 家父向来让我小心海东来 说此人阴沉狡诈 贪婪成性 你怀疑鄂珠王是那位海东来的人 我不知道 如果鄂珠王真的是那位的人 那么瑞丽歌坊 几名那位神秘被杀 恐怕和鄂珠王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了 怎么越扯越大了 还发现了什么 大唐的路易 南昭的路易 还有我们镖国的 俄主王在三国之内都有身份 嗯 这又是什么 地图 西南四绸之路的地图 这条古道的所在 他已经找到了 你看还有官方文书 大唐境内各关卡的官方文书 他都有 有了这些 他在大唐可以通行无阻 但是能拿到这些的人 绝不可能只是个锐利震探统霸王 也就是说 俄主王和大唐内卫有关联 他背后怎么藏着这么深的背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可能逗得过他们呢 等等 有没有找到任职令 什么东西 内卫除了腰牌之外 还会有一个任职令 所有官职和内卫的职责 都会记录在上面 没有找到 只有腰牌没有任职令 他可能不是内卫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厄诸王在各地行商私运货物 然后为担心不被查封 投靠到又私海东来的旗下 海东来收取贿赂 给了他腰牌和官方录影 保他平安 有这可能 厄诸王如果真的是那位高官 大清寨和武卒的人 早就被他派兵扫平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和他斗一斗 除了这些 还发现了什么 还有药 什么药 是药吗 应该是 如果是药 为什么藏得这么小心 难道说热诸王有重病在身 好 拿一瓶回去带给赵朗珠 赵朗珠 您帮忙看一下 如果可以知道厄诸王得了什么病 或许可以查出他的身份 好 来 不要靠近 千万不要闻 这个东西很危险吗 这应该不是一种药 是都种药配置而成的 治什么病的 不是治病的 这种药一旦吸入 会把人迷晕哪 这是迷药 那为什么藏得这么小心 这里含有多种 错乱神志的药 长期服用 会让人精神失常啊 这些房子里住的 都是药诸王抓来的女子 她们大多神志不清 所以守卫也就少了许多 没事没事 不用管他 他这里有问题 听不懂 吃多了会变疯子 可以这么说 我知道了 厄诸王关的那些女子 是怎么变疯的 这些女的 都是厄诸王试药的受害者 对啊 这多种药物 一定是她长期配置而成 这些人就是她拿来试药的呀 如果她有了这些东西 那她不就可以控制整个锐利了吗 恐怕不止锐利 这种药如果大量配置的话 整个南兆 带至标普 都将深受其害啊 那您知道 这些药是什么成分吗 现在还分别不出 不行 此事必须马上通知五族组长 我跟你一起去 好 好 那你们两个去通知五族组长 我和灵儿去找夏大侠的下路 好 我一旦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你也小心千万不要信用身份 好 怎么了 如果这些事背后 真的有海东来的影分 我有点担心家父 他一直暗中防备海东来 我担心海东来会对他不利 别担心了 令尊既然能执掌那位左思 就一定有能力和海东来分庭抗礼 王子殿下 你说瑞丽歌坊的那位被杀 会不会和恶珠王私运货物有关呢 恐怕不会 为什么呀 你想一想 那位最开始被杀 是从彪国开始的 那些被杀的那位 都和我们的乐团之行有关 我怀疑 恶珠王根本就不知道瑞丽 有这么一座歌坊 又是恶珠王 又是乐团之行 还有那位被杀 怎么这些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呢 不论多复杂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走吧 这么说 恶珠王手眼通天 越是这样 越是要尽早铲除这颗毒瘤 不然的话 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 整个瑞丽就完了 他是谁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赵先生有什么想法 之前我们甚至连恶珠王的房间都进不去 但是现在有了这些彪国朋友的帮助 我们已经搜集了很多恶珠王的线索 相信恶珠王的身份 很快便会水落石出他 赵先生说的有道理 淑南陀他们 或许就是恶珠王他们的克星 你看他们来了以后 恶珠王的秘密一件件被解开 是 阿葵 在 你马上回到恶珠王的大宅子去 今天晚上在他院子里边 点上谈木香 谈木香 这是我们跟那个杀手 早就商量好的联络信号 你赶快找到他 从他那儿看看 能不能得到恶珠王新的线索 好 那我和阿鬼这就回瑞丽 好 等等 小心尾声 恶珠王现在藏得这么深 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你我的身份 对 也好 不过阿鬼啊 你还是要加倍小心哪 恶珠王的身份一天查不出来 你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啊 如果我能碰到他了 那倒是好事 是 我也正好为民除害了 不不 还是小心为上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 恶珠王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呢 那好 我们告辞小心吧 好 告辞 告辞 夏大侠 你回来了 夏大侠 而且剧毒也给解了 谁帮你解的毒 大清寨 安平阳 夏大侠 你去救五姬姐姐了 安平阳同意可以不娶蓝马山地 但他也有另外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 让我们暗中和五族组长联络 大家一起把恶珠王赶出锐利 只要做到这一点 他就放蓝马山地回来 为什么现在不放啊 既然人都到齐了 杀菌即救人不就完了吗 这个时候 不适合和大侵寨发生冲突 那也不能把我的女人 放在安平阳那儿啊 什么叫你的女人 你们才见过一次面好吧 林儿姑娘 你有所不知 我认为呀 这天底下所有的姑娘 只要没成亲的 那都是我的 你不是认真的吧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女人 都跟你有关系啊 也有例外啊 我对你就没什么兴趣 你去死 别生气 等你长大了 我们还是有机会 你 我们不说这个了 速决 恶珠王的力量 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其实我觉得吧 恶珠王也没有那么可怕 五族组长和安平阳共同联盟 王子殿下也和叶沙罗姐姐 还有那个阿鬼 潜伏在大宅内 罩郎中从中侧应 这一步步 已经把他逼上了绝路 可现在也没有在哪儿 有什么动静啊 要我说啊 他已经冲突末路 无计可施了 我只担心 恶珠王的沉默 是为了更可怕的爆发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 他还能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希望这是我想多了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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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你 你才是 恶珠王 我听说了 安平阳成立大清寨 是为了对付恶珠王 那他为人应该还可以 什么东西啊 连我的女人都强 还谈什么为人啊 要我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恶珠王要死了 他肯定是第二个恶吧 他不像这样的人 他为人豪爽 不是那种凶恶之徒 那好 回头我见到阿贵 让他把安平阳的事 告诉五位族长 不好了 不好了 夏大侠 你已经回来了 你慌什么 慌什么 有什么事跟我慢慢说 我和洪霓去镇内 找夏大侠的下落 结果发现阿贵死在路边 什么 太人了 我和洪霓守着他尸体呢 走 不对 怎么了 有一点不对劲 当然不对了 人都死了 不 是其他地方不对劲 什么 哪里不对啊 一会儿再说吧 先去看一看是不是阿贵 是 走 等等 又怎么了 怎么没有人啊 这个地方除了我们 没有别人住啊 我是说客栈老板 他人怎么不在殿里 我说我的王子殿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找客栈老板 再说了 你化妆成这样 不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吗 他看不见 岂不是更好啊 先走吧 少主 这边 没错 是阿贵 让我看看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打斗痕迹 一刀毙命 要么杀他的人 武功很高 要么杀他的人 根本让他意料不到 恶珠王 有可能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发现他的 我们一直在镇内 找夏大侠的下落 然后就发现 阿贵的尸体躺在路边 其他人呢 没有 发现尸体的时候 没有凶手的踪迹 之后也没有人吗 没有 此地有些荒庇 没有路人 夏大侠 请帮我一个忙 相信我 我会解释 你 你 慢着 功夫不错吧 像云贤 他们是我的氏女 也是我的天生护卫 她们会工作的事情 早就清楚 为什么对小妖下手 你的侍女有问题 说南图 你什么意思 刚才在客栈 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就是因为她说的话 她说的话 我和洪霓在阵内 找下来想的下落 然后就发现 阿鬼的尸体躺在路边 原来如此 她是不知道的 没错 她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在打什么雅弥啊 小妖说的话没什么不对啊 我觉得很正常 有什么不知道的 她是谁 阿鬼啊 殿下你没事吧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是阿鬼 就是今天中午 你把她带到客栈的时候 没错 苏爵也是那个时候 才知道她是阿鬼 兄弟 这位是 阿鬼 都是暗中对付恶珠王的 刚才他们两个都不在客栈 也就是说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阿鬼 更不可能知道她的名字 他刚才说 发现阿鬼死在路边 那么请问 你都不认识她 怎么能叫出她名字呢 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少主和您 还有阿鬼在客栈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边上的房间 兄弟 这位是 阿鬼 都是暗中对付恶珠王的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担心您 我和红霓是您的贴身护卫 我们全出去找人了 万一有人对您不利怎么办 所以我和小妖商议 我继续在镇里 寻找夏大侠的下落 而小妖回去暗中保护您 因此我才偷听到你们的对话 知道阿鬼到底是谁 之后呢 之后我发现夏大侠自己回来 就跑出去 找红霓一起回客栈 结果就发现了阿鬼的尸体 躺在路边 我可以作证 小妖没有撒谎 小妖违反少主的命令 是我的主意 请您不要责罚小妖 兄弟 他们也是为了我的安全 我是不会怪他们 夏大侠 对了 有件事情有点古怪 什么事情 中午的时候 我发现客栈老板 也躲在门外偷听你们说话 那个客栈老板 对我们的事情一直很好奇 我发现他对我们的好奇 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不对 赵郎中 他是跟阿鬼一起去见的 五族组长 没错 我们分开行动 夏大哥 麻烦你回一趟客栈 看看那个老板 有没有回来 如果老板回来 我会叮嘱他 小妖 红妮 还有灵儿 你们把阿鬼埋了吧 要入土为安 总不能让人报失街头吧 是 是 那你们呢 我和苏绝去医馆看看赵郎中 我怀疑赵郎中也出了意外 事不宜事 我们赶紧去 你 把这个儿子的 不仅儿子的 把这儿子的 把这儿子的 我和苏组长 你呢 他就要不在余戏 他就要不在家里 我知道 但我怀疑是鄂珠王下了手 快 快把情况说一下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在干什么 我就是上来问问他们 要不要热毛巾和茶水 我得问问他们 是吧 没听见你们 只看见你在这偷看 都是小人的错 我从小就特别好奇 喜欢偷听别人聊天 你看 要不然我怎么开了个客栈呢 从小落下的毛病 您大人不济 小人过 我保证下次绝不再犯 那您先休息 我下去给您烧点水 也就是说您和阿鬼 一起见过五位组长之后 不是一块走的 阿鬼啊 阿鬼说我们俩在一起行动 目标太大 所以呢 就提议分开 谁知道这样一来 倒把他给害了 早知道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你跟他一起 说不定到时被害的 就不止阿鬼一个了 这事肯定是恶猪王干的 没错 不对啊 这阿鬼死得蹊跷啊 怎么说 时机不对 你想 恶猪王为什么要是阿鬼 因为阿鬼是五族组长的眼线 那可是 他之前为什么不对阿鬼下手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阿鬼 你是说 恶猪王刚刚知道阿鬼的真实身份 舒南陀也是刚知道阿鬼的身份 阿鬼就死了 你是说 你怀疑舒南陀是恶猪王的人 不 不可能 你们从彪国来啊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恶猪王的手下 唯独你们不可能 其实很简单 有谁刚知道阿鬼的身份 谁却很有可能 是恶猪王本人 兄弟 这样的人多了 不多 你是说 没错 没错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阿鬼的身份 阿鬼是五族组长 派到恶猪王下面的眼线 你确定他没有骗你吗 如果是假的 我早就带人抓你了 所以说 我是恶猪王的可能性 很大 但是你一直在帮我们 说不定 人家一直在演戏呢 你说得对 任何人都值得怀疑 不行 我要马上去见五族组长 把事情跟他们讲清楚 是 是啊 буду 是 是 你 你 赵郎中不会是恶珠王 实际上很简单 赵郎中在这里能找到我们 如果他是恶珠王 早派人把我们一忙打尽了 对啊 还对付阿鬼干嘛 而且赵郎中十年前就来咱们锐利行医了 这恶珠王 恶珠王来锐利是五年前的事 这时间也不对啊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 你可以被排除了 那还有谁 还有谁在这段时间里 知道了阿鬼的身份 我 还有叶沙罗 夏云仙 灵儿他们 你们就更不可能是恶珠王了 那到底还有谁 还有谁 谁 知道你和阿鬼这段时间走得很近 那就没人了 等等 想到什么 这不是那开客栈的老板吗 客栈老板 刚才发现阿鬼尸体的时候 他也不在客栈里 而且他一直对我们的事情过于好奇 老是偷听我们说话 他的客栈是什么时候建的 四年多前吧 也就是恶珠王势力刚出现的时候 他的客栈就建起来了 真的是他 他也不在客栈里 相信我们的问题 他也不在客栈里 在客栈里 正中的小伙子 如果说客栈老板是恶珠王 这个值得商榷 虽然他疑点很多 有一点就不对 哪一点 如果说他明明知道 淑南驼假扮礼术 那为何淑南驼在大宅子里 能够一致安然无恙 而他只对阿鬼下手 没有对淑南驼动手呢 说得有道理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他只是远远看到过我的样子 但是他认不出我是谁 他对阿鬼下手不是因为你 或许 从别的什么地方 发现拉鬼的破绽呢 不管怎么说 客栈老板的协议都很大 这也是我们在这儿假设 说不定啊 他是好奇心重的人 也没什么忙 他没什么事 他要说 内疑 是 那елен删 他就算你 有 这 那 有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 现在树南铺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那么里面有一个朋友需要通知 这个杀手也需要联络 就必须要有一个人进入大宅 这个人 只能是我 不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追了那么久 不累吗 客官追着我 是不是跟我要热水啊 不敢当这么好身手的客栈老板 还真不敢劳驾你亲自给我倒水 那你追我是为了什么呀 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谁 想做什么 我就是一个开客栈的 这么好身手开客栈 谁规定的 好身手就不能开客栈了 急着去哪儿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你现在停下来不就是想告诉我吗 我是劝你别追我了 如果我非要追呢 那我只有有心劝了 既然想动手 那就不必多言了 请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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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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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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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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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 宝宝睡吧好宝宝 其实你这样也无措 什么都不知道 也就什么都不用烦心了 慢点啊 张郎忠 就这间 来 请 来 坏人 宝宝不怕 宝宝 没人来伤害你宝宝 这 这是 阿之王以前抓来的女人 跟其他的一样 都疯了 不用担心 那我先给她做检查 麻烦你去院子里把箱包弄好 行 那我就在外面等着 好 有劳 有劳啊 赵郎忠 长话短说 苏南陀让我来的 阿贵死了 苏南陀的身份估计也泡露了 她再也不能进入大柴子了 她呢 让我来通知你赶紧逃 赵郎忠 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啊 她就知道你疑心中 她让我带来了西湖 看 你怎么会儿偷大 灰味偷大 苏南陀亲口告诉我说 这颗玉佩 是她将来要送给她的王子崔的 她还说 你嘴里会吐针 吓过她 你快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我 我是郎忠啊 我给她们治病啊 那她们怎么会让你来见我呢 她们知道你刚到瑞丽的时候 来我医馆看过病 我给她们说你身体有问题 你呢 迟早是要送给恶珠王的 宋狐狸怕你的病影响到恶珠王 所以同意让我来给你做个检查 这样 可这样做很冒险的 我没事 谁会怀疑我一个郎忠呢 你看起逃吧 我去院子里点香了 点什么香了 湖大组长请了一个杀术 藏在宅子里 联络案号就是在院子里点谭木香 真的 你点香 宋狐狸她会同意吗 我跟那宋狐狸说啊 这谭木香可以驱鞋必冲 你知道这些人坏事做多了什么都怕 好 那辛苦你了 我没有 快快快快 快走吧 快走吧 我现在还不能走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呀 这个 该怎么说呢 你也说了 我迟早要见恶珠王的 我留下就有可能发现恶珠王的真面目 这也太危险了 对呀 很危险的 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可是舒箴弄很担心你啊 穷 对呀 阿姨